所以说他的善良被这样的一个恶给搞得很头疼 他就到这一刻可能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的这些担忧 原来真的就是 所以就像刚才篇里说 他的冤特别大 这个激烈的行为就把自己的手剁了 这样的一个激烈的行为也引起了一个关注 这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像开胸见费一样 我们看到激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才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一个关注 我们也希望真正的这个真相能够迅速的大白 是 而且这个孙中介他自己也说 当时这个叫大车的人就站在马路中间 你说我又不能从马路中间过去完全置之不理 所以就很自然的他们有了这样的一番对话 霍教授你觉得到底是什么 让他采用这种极端的做法 肯定这个小伙子不满19岁 90后的 所以我们就是热血沸腾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 做事情也真是有一点太 我们说很难控制 他就一气之下用了这个极端的做法 这个事当然我们可以想到他是年轻人的血气方 但另一方面讲的 也是这个社会上 有些事情让他有这么激烈的反应 其实他本身对于钓鱼这种做法就是心有余悸的 如果在最后那一刻 我们发现他真的是因为善良 而在这几分钟当中就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话 那是对善良最大的一个亵渎 也是最大的伤害 我们来看看网络上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的这位网友 叫五子西瓜 他说惩罚善良便是培植冷漠 终究是要全社会来付出代价的 再来看看下一位网友他的观点 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则 其实就是这么运行的 良民被变成刁民的进化 就是这么完成的 其实听起来我觉得真的很让人心寒 再来下面这位网友说 私家车参与营运 低市的生意大受影响 交通部门做工作 放蛇捉黑车 无可厚非 问题是依法去做文明执法 即使做错改了就行 有话好好讲 他未疼关你什么事 部分执法人员说话太寒心了 这句话就是在这一事件当中 人们听到的一句来自执法人员的一个说法 关于这个钓鱼打黑车的做法 之前在北京 在广东 在湖北各地都有出现 那么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之前在上海屡次出现的这种做法 大家对他的关注和评论到底是什么 被作为黑车查处后 司机大呼冤枉 称被钓鱼 有人断职以证清白 有人则提起诉讼 今年9月8日 上海私家车车主张军对媒体表示 他开车去单位途中 一男子捂住腹部称胃腾 要求搭载一程 张军让他上了车 并拒绝了其两次主动提出的腹背请求 当车开至北松公路转弯处 男子要求停车 张军刚一停车 这名男子伸手抢拔张军的车钥匙 随后大约七八个人一拥而上 将张军从车上拨下来 并抢走车钥匙 同时搜去了他的行驶证 此后 其中一男子向张军出示了 闽航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 调查处理通知书 认定张军非法营运 处以一万元的行政罚款 9月底 张军向上海市闽航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认为该大队工作人员 故意设计限级 诬陷他非法营运 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 并让被告承担诉讼费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在闽航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 2007到2008年度 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 在两年时间里 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 罚莫款达到5000多万元 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 预定指标任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0月14日 孙中介断旨事件 再度让民众将目光关注在 涉嫌钓鱼执法上 目前上海市政府 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